欢迎收看下午2点的新闻RNG 我是佩玲 马上关心的是台股 沪港通今天上路市场忧心资金排挤效应 台股盘中一度重挫百点 加上统一又被卷入食安风暴 股价走低倒是未全大涨 而中场台股大盘是收在8884.39点 下跌了98.49点 成交金额是724.79亿元 至于汇市方面 新台币对美元五盘占收在30.674元 升值了9.2分 成交金额是4.3亿美元 中澳FTA结束谈判 经济部长杜子军表示还不了解内容 尚未评估对台湾的影响 但澳洲是我方推动洽签FTA的国家之一 与澳洲签FTA的进度还停在双边沟通 没有实质发展 还要关心的是 检调侦办监索集体摊案 针对了台北监狱前主任管理员周炳荣 还有前管理员张文发所会案 兵分五路第三波搜索 约谈受刑人家属还有涉案者的配偶 检调怀疑有可能是基层收会后 转会落前副典域长苏清俊 并且怀疑苏清俊对部署涉案之情 可能是共同分赃将对嫌疑人强制处分 抢救林盛文选情国民党大佬 轮番站台今天是微笑老肖来上阵 不过肖安常强调APEC会中共事 就是朝向国际化自由化路线前进 他感叹国内对APEC未来的经贸 趋势蓝图缺乏系统报道都在忙于选战 选战进入倒数民党中央 今天是推出了云家家土地片广告 主打实案议题 前后任党主席蔡英文跟苏清俊两个人 首度是在广告现身合体一起拉抬中部选情 蔡英文在看过广告文案后 主动进行找苏清俊一起现身 这也是两人首度联手替选战录制广告旁白 国道收费员自救会不满 上个月25号为了争取工作权 瘫痪国道却被警方开罚了104张罚单 总计高达60万 让自救会更近痛批政府不出面 28号选前要决战国道 还有台中市民注意 有40处的BRT后车艇已经全面禁烟 会声据表示明年3月将公告实施 未来台中市有400处的公车艇 后车艇都是禁烟场所 为者可处2000到1万的罚环 还有复兴航空宣布 接着期要招募空服员 预计要录取30人 好消息是没有性别身高跟年龄限制 不过要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还有英文能力 因为近期国际油价下跌 燃油成本降低等利多因素 富航表示明年渴望稳定成长 面对亚洲航空市场需求强劲 再招募30名的空服员 而结果会在12月公布 我是沛黎 感谢你的收看